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未停止在音乐领域寻找突破与创新的王力宏 今年更是将触角延伸至史上领域 以服装为载体拓展远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创造全新国潮品牌 现场太师大方分享了品牌设计理念 我们的设计理念其实跟我做音乐跟做电影一样 就是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我相信中国文化 我相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而且有很多的榜 我们就是要去勇敢的 要有信心的去挖 然后去发挥在我们的国潮的这个领域里面 肯定会受到全世界的喜爱 众所周知 王力宏与太太一直都十分的恩爱甜蜜 活动当天 这对夫妻党自然是夫畅夫遂了 王力宏表示 有家人的支持 自己非常幸运 并大方分享起了 自己是如何权衡家庭与事业的 这个就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 这么多年 我可以很自由地做创作 在各个领域里面 现在也是有家人的 更会想到除了给自己创作 还要给孩子们创作 要给家人创作 要给身边的朋友创作 要给社会创作 要给全世界创作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最近有一些变化 大家看到可能 更想要给的贡献多一些吧 而作为一名音乐人来说 今年《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 演唱会也是备受注目 王力宏表示 将以身为音乐人 所肩负的使命 几对未来的期许 将划于音乐传承下去 新的作品就一定还是有的 音乐方面 我这个《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 演唱会都还在走 前几天还在郑州嘛 然后我们继续在陆陆续续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都非常的享受 非常的令人兴奋的一个节目 当下都会跟很多的朋友们 都分享我们的音乐 那接下来又在很多的场合 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龙的传人》 国潮品牌的服装 像最近也是接了《中国好声音》 这个新的节目 对我来讲是新的节目 对大家来讲都是很熟悉的节目 但是我第一次做导师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对我来讲一个很好的尝试跟机会 第一次做导师要加油哦 常熟报道